铁道 铁道 铁道是連結都市 跟都市或是地方跟地方 當中重要的一個交通系統 我這次的作品呢 主要是在講風景的嫁接 我選用的圖像是在 铁道藝術村駐村的時候 一部分是從工作室 往外看的铁道的景色 裡面還包含了一些火車的圖像 那一部分是往工作室看 所以我把我的作品也 像是有點像拼貼在這個畫面上面 然後去做一個透明櫥窗 這樣子的展現 我是Thomas Vett 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家 我的工作是影響窗圖的 在走到Cintu 我發現了 美麗的藝術家 在窗戶和窗戶上 在我的工作 我集中了幾個的 和聯繫了他們 一起觀察 去觀察 居住地區的豐富 地區的豐富 我這張的附近 它反而是都市的邊緣 我印判了 我印判了 XINJU的街道 所有的路線 XINJU XINJU 所有的路線 XINJU 那些街道 XINJU 但一旦你 XINJU 成為了 XINJU 成為了 XI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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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 藝術創作 跟設計的重點 它不僅僅是要創造 從火車站一直連結到 鐵道藝術村的 這個線性上面的關係 我們也企圖 希望創造說 把這個原本這個邊緣性 邊緣化的這件事情 可以把當地的居民 跟公共之間的關係的 這個介面 可以運用我們的創作的 這個作品去重新去做調整 藉由移動家具的這個調整 去創造跟藝術家作品的對話 甚至跟都市當中的景觀 或是活動關係的一個建立 我覺得火車可能對於鐵道藝術村來講 是一個很具有代表性的事情 所以我把它移到外面 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說 你要走進來鐵道藝術村 你才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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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